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百万富翁也要速成 写一本书也需要速成 然后在书的标题上面加上速成这两个字 销售可能会好一点 另外还有许多速成的课程 比如说店长的速成班 会计的速成班 其实这些都尽快不怪 我还看过有广告说你不需要到健身房 你可以轻松地用他们的产品锻炼出强健的腹肌 甚至每天在家看电视不走不动都无所谓 基本上这广告就是说你腹肌的行程可以看电视的多少成正比 其实如果我们要在短时间之内灌输大量的知识 学某些速成的方式也许是可行的 但是大部分速成的方式有没有效应我都知道 即便如此 为什么世人还是一窝蜂的要追求速成呢 我记得以前参加过房屋保全系统销售培训的课程 在这三天的速成班中 我们的销售教练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要以最短的时间采取最大量的行动 赶快一个门一个门的敲 加两句话以后如果屋主不让你进门 那门就要学乖 赶快微笑了离开 然后再敲下一个门 不要浪费时间 除了我们要被一些销售术语之外 我们还要学习四个销售的心诀 SW就是some will, some won't, so what, someone's waiting 我承认速成法的确有它的吸引力以及一定的效果 但是一个人的品德塑造 不能仅仅从表面上加以速成而可以塑造出来的 好像我们以前做销售员的时候 就算台词背的滚瓜烂熟 心中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服务的心 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以及基本上的经济来支持的话 这行都不会做太久的 销售员把钱摆在第一位 是很难让人能够信任 其实我们的行为是从内心发出来 不管你知不知道 我们内在的品格形成 是一点一滴从小累积而成 在父母以及原生家庭 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影响 不管我们有好的习惯或是坏的习惯 在养成这个习惯之后 靠人靠自己的意志力量去改变是很困难的 尤其要保持一个好的习惯 必须要常常留意 才能一直在轨道上面走 有时稍微不留意 就会偏离的方向 我们人常常都很喜欢抬高自己 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软弱 自己的缺点 我们也知道自己每天受罪恶的捆绑 但常常还会做一些 我们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或者是该做没有做的事情 或者是不管我们有没有罪恶感 我们还是做有些私底下 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因为那是不能公开的事 这时候我们还是硬着头皮说 我相信靠自己的意志力 一定可以人定胜天 我想这是人的本性吧 上帝看中我们 上帝也知道我们的弱点 所以他才会舍弃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 在十字架上 所以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他们的罪都已经被耶稣基督保血所洗击 我知道很多朋友说 我没有犯罪我没有犯罪 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为我担当罪 在这里讲的罪并不是说 坐监犯科的犯罪 是讲到人的原罪 包括我们的思想意念 上帝看中一个人一生 对一个目标远近的信靠 上帝也讲了一个爱人爱家庭 且努力工作的人 但可惜今天很多人信靠的是 靠不住的事物 从古今中外历史当中来看 被人看成是靠山的东西 哪一个可以永远靠得住呢 人是短暂的 上帝是永恒的 如果你的靠山是永恒的 是宇宙万物的主宰 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能够为了上帝一生 踏实地信靠他 为了上帝给我们的目标 而跋涉的人 上帝说那是有福的人 我并不是说上帝 这一切都会将顺利赐给我们 许多基督徒在这世界上 过的日子是漫长跋涉 很多时候会有不顺利的时候 心情低劣的时候 做出属灵 不属灵行为的时候 但是只要一步一步的 不管是快或是缓慢 只要信心坚定 坚忍地往前进 上帝会十分看重 圣经里面最早 讲到为上帝 跋涉的两个人 就是亚伯拉罕 以及他的妻子撒拉 虽然他们刚开始 看不清楚 上帝给他们的目标 以及计划 但是他们信靠上帝 靠着这个目标 跋涉 虽然等到许多年之后 他们才能够清楚地 看到上帝给他们信实的应许 从不能怀孕 到子孙像海撒那样无数 信仰的生活 也是一个长途跋涉的行程 并不是参加三天的 陪灵会 或是三天的布道会 就可以成为完美的基督徒 在基督徒成圣的过程当中 是有酸天苦辣的 但这一切都是 他一切都是我们的靠山 好像在西伯来 书十一章 第八到第十二节讲到 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他应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蒙一个应许的以撒 雅克一样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 因为信 连莎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因他以为那应许 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 就生出子孙 如同天上心那么众多 海边的沙奈亚巫属 杨尼伊尤格在丈夫去世以后 在英国建立一个福音的疗养戒毒院 他写许多书当中 其中有一本是提到拔射者的榜样 Winiam Carey Winiam本来是一个坐鞋子 叫人后来成为一个学者 语言专家后来成为现代宣教之父 Winiam生活的座右铭就是 盼望上帝之神迹 尝试上帝之大事 然而他晚年清楚地表示 我去世以后 假如有人认为值得为我写传记的话 我会给你一个衡量的标准 如果他认为我是一个拔射者 那他的评断就算公正 因为除此之外 他的褒奖都算是言过其时 接着他又说 我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 有目标的拔射者 我感谢上帝一直是我的依靠 也感谢我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事物 你是否对每日工作 每日照顾家庭孩子 每日煮饭烧菜 打扫清洁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执行任务 而觉得厌烦呢 让我们不要再靠自己的力量 也要靠神给我们的力量 就是圣灵的能力 来帮助我们坚持下去 做我们的靠山 成为一个有目标的拔射者 我们要因为神的同在而受到鼓舞 因为在他满有信实 以及完美的应许 你是否信靠上帝 有信心以及耐心的等待上帝 完成你生命的难途呢 你首先要复习上帝给你的责任 以及目标 当你觉得很想放弃的时候 要记得上帝在旁边一直鼓舞你 上帝希望你成为一个有目标的拔射者 你走错了方向 走得再快也没有用 到达不了目的地 但是走对的方向 就在那时刻 就已经是成功的开始了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